今天来做这一款简单好看的小蝴蝶 首先来说一下它的用线量 首先我们拿60厘米的这根线拿起来 给它对折 对折之后前面留下我们这个挂链的一个长度 大概是五厘米的样子 然后呢先打一个舌尖 这里打两个舌尖 打两个舌尖了之后穿上我们的珠子 珠子是准备了两颗六毫米的 然后呢两颗三米的珠子 珠子穿好了之后 我们在珠子下方再打两个舌尖 挂线呢就是 首先拿一米的线在我们的这根轴上打斜卷结 好挂上去了之后 把旁边这根线也是给它打上鞋圈结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全部挂好之后再来打 也可以啊挂一根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打上 都可以 全部挂线挂好之后就是这样 绿白绿白绿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蝴蝶的赤脏 把它横着过来 横着夹过来 然后以最下面的这根绿色为绕线 为轴线 然后剩下的几根线呢为绕线 给它打斜卷结 注意啊不是一直打到头啊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动作 打完三根之后 先打啊 打完三根之后第四根 第四根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直接打了 我们需要在这个啊就是第四根上面穿上我们的小米珠 把这根线啊给它搓的细一点 然后穿上我们的米珠 这是一颗三米的小银珠 好穿上之后啊穿上之后再继续用这根长的线打细卷结 这样我们蝴蝶的一个小眼睛就有了 这就是蝴蝶的小眼睛 好接下来继续 我们还是用最下面的这根白色的线 为轴线啊 然后呢后面的绿色和白色这两根 这两根不管它啊 这两根线呢为绕线 打两个斜卷结 好打完之后 接下来就要转弯的 我们做里面的这个小弯 打完两个斜卷结之后啊 我们就作为交换 这个轴线呢还是为轴线啊 但刚才不是右手拿吗 把它现在是左手拿 轴线还是为轴线 然后下面的白色的绕线啊 为绕线开始做雀头结 雀头结呢是从上往下 一下然后再从上往下 一下哦 一上一下打雀头结 一共打八个 八点五个雀头结 八 好 八个啊 然后我们再打半个 八个了之后再打半个啊 再打半个 好 这样子就是这个线呢 是从上出来 然后放在这里备用 接下来这两根线 我们同样的方法 把这根轴线呢 还是为轴线 绕线呢 还是为绕线 也是给它交换一下位置啊 把用左手牵这根线 然后右手牵下面的这根绕线 我们来打雀头结 这里雀头结呢 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来啊 我这边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 是打了16个雀头结 就是我感觉它这弧度会比较好看一点 但你如果说是喜欢这种紧凑的啊 也可以 少打几个雀头结 我们可以先打 打完了之后 打差不多之后呢 先把下面 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 你再来看这个 外围的翅膀 够不够大 如果说觉得它不够大呢 可以再打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啊 差不多了 那也可以就少打几个 紧凑一点的话 打12个啊 12个13个应该都可以 16 也是打16个半 好 16个半 接下来我们把这半边的蝴蝶 先给它连接起来 连接的话 就直接给它拽过来 白色的给它拽过来 然后呢 用咱们的这个绿色哦 在白色的轴线上 打上戒转结 这里打的话 有一个小办法 就是你直接怼上去打呢 它容易撑不紧 所以我们的办法呢 就是用白色的线 直接靠在我们的这个根部 白色的线 直接你靠在我们的这个根部啊 这边可以找个夹子 给它夹一下 白色的轴线呢 白色的轴线 靠近我们的根部 然后用绿色线哦 紧紧的挨着 打一个写圈结 好 打完了之后 打完之后啊 直接这边抽动它就可以了 给它抽过来 这样子就紧紧的挨在一起 比较省力啊 好 接下来我们的绿色线也是的 绿色线呢 同样的我们 用个夹子给它固定一下 然后剩下的这几根线呢 围绕线 给它紧紧的挨着打在一起 好打完了之后把夹子放开 然后把这个线拉回来 将我们蝴蝶到啊 上面的翅膀就做好了 两边是一样的做法 做完左边之后 我们先把右边打好 然后两边打好之后 再往下走 这边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方法 最下面的这根线呢 为轴线 然后打一排 打到最上面这根线的时候呢 我们先穿上我们蝴蝶的眼睛 最上面这根线啊 给它穿上 我们的三面的小珠子 搓一个针 穿上珠子 然后继续打上蝴蝶结 打完之后 再用白色的线 作为轴线 打两个蝴蝶结 一 然后二 打完了之后啊 轴线还是为轴线 但是交换到我们的右手来 绕线呢 还是为绕线 然后我们来打 八个半的雀头结 打外面的啊 这两根绿色线 也是一样的做法 轴线呢 还是为轴线 但是交换到右手 然后呢 这个绕线还是为绕线 但是现在开始做雀头结 打十六个半 开始 现在还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给它连接到下面 同样呢 我们把这根轴线 给它加一下 加一下之后啊 靠紧我们的这个绿色线 加好了之后 靠紧我们的绿色线 然后打些卷结 捏住它 不要让它弹开 好 打好了之后 放在家 抽动我们的线 连接好之后 再用一样的方法 把绿色线也连接上去 同样的用夹子 我们的蝴蝶 给它靠近 三根线 全部围绕线 好 然后放开给它除醒 好 然后我们的蝴蝶的一个雏形做好了 然后中间咱们蝴蝶 是又这里又穿了一颗柱子 所以我们现在把中间的线 我给它穿上柱子 穿进去吧 我们左右两边的蝴蝶 需要再打一排细圈结 最外侧的线 位 那我们左右两边的蝴蝶 绿色线 然后所有的 这个 所有下面的线 全部为绿色线 最外面这个是轴线 然后再给它打一排 然后左右两边都是一样 左右两边都是一样 再打一排细圈结 好 然后把珠子推上去 推上去了之后 我们的这根 这根 心线 我们的心线 在我们的这个珠子上面 珠子上面的两边线分开 然后左右边的线呢 就在右边的这根 轴线上 给它打四线菱形 先打一个左席卷 再打一个右席卷 然后左边的这根线也是 左边的这根线 给它拽下来 在我们的就是珠子 出来的这根主手线上 先打一个右席卷 再打一个左席卷 好 然后中间的两根线 我们打一个反席卷结 这样啊 然后中间的这两根线 我们接下来就不用它了 可以给它打个结 给它放到后面去 接下来我们就是做蝴蝶 这边旋转的一个部分 以白色的线为轴线啊 然后下面的所有线 这四根线为绕线 打卷卷结 好这根线啊 我也是以它为那个做蝴蝶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啊 还是这根白色线为轴线 绿色线呢是为绕线 我们用这个啊 来打缺头结 这里也是打八个半缺头结 这里打八个缺头结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轴线还是 这样子弄上去 弄上去了之后 需要连接的时候 这边不是有三根线吗 但是这三根线 我们不是全都用 我们只要连接两根 就是最左边的这根绿色线 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给它折过来 用夹子 把这根线固定一下 然后呢用这两根线 前面的就是排在右边的这两根线 直接在上面打上细绿结 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好这样就可以了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悬液状 所以我们把这个绿色线 就是打完之后放到背面去 然后呢把这根线抽紧 抽紧了之后 接下来呢就是还是这根白色线 然后用白色的这根线呢 在上面再打大概是 再打四个雀头截差不多 三四 然后就是具体的话 大家在打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调整啊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圈有点大 四个雀头截填不满它的话 那你可以再多打两个 然后雀头截我们就是 这会儿是打了四个哦 我给它大概比划一下啊 感觉有点少 那我再打一个 打五个 好五个雀头截打完之后 把这两根白色线 从这个孔当中穿下去 给它怼一下 然后它就 就是给它怼在一起了之后 它就紧紧的卡在一起了 和外面的圈紧紧的卡在一起 进行一个收线 好 这样它的一个小翅膀啊 就是下面的一个小圆圈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线啊 这边所有的线 多余的线没有用的线呢 直接都把它剪断 烧粘在背面就可以了 这里烧粘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咱们把这个白色线呢 粘在这个绿色线上面 就反正就是让它交缠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啊 就卡起来的这个圈圈啊 卡好的圈圈 它就不会脱开 如果你说白色线你就是只顾自己 就粘在自己上面 有可能啊 就是时间久了之后啊 这个脚它会脱出来 所以我们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 全部剪掉 然后呢 全部剪掉之后呢 打火锡哦 给它统一个烧粘 用蓝色火焰统一个烧粘 这样子大家都在一起了 都在一起 它其实也不上了明线 然后我们这样子啊 左边做法和右边完全一样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